邦邦芒基金会最近举办了记者会 报告今年爱心捐助完成工作 2019年邦邦芒基金会 已经将15个爱心货柜发送到11个国家 其中包括有6月份巴拉圭大水灾的救援货柜 另外还增加了对尼加拉瓜和土瓦鲁祭品的货柜 邦邦芒基金会创会会长鲍潘晓代表示 今年基金会原本计划将11个货柜 送到亚太地区所罗门群岛 中南美洲 尼加拉瓜等11个国家和地区 但6月巴拉圭突遭大水灾 在驻落台北经文处处长朱文祥的鼓励和呼吁下 桥借慷慨解囊促成送往巴拉圭的两个紧急救援货柜 另外也增加了送往尼加拉瓜和土瓦鲁祭品的两个货柜 本来我们是在准备出11个货柜到亚太中南美跟南美的国家 这是因为6月份巴拉圭的水灾 所以我们临时在两个月凑足精力 为了朱大使叫我们去桥界一起协助旧救灾 这次巴拉圭的货柜 本来没有想到这个桥界那么踊跃 所以我们的每一个物资都变得价值很好 而且很实用 超出我们的一般的货柜的价值 所以现在目前我们收了50万的物资加上1万块钱的现金 所以买食物一起送到两个货柜到巴拉圭 一个货柜到尼加拉瓜 一个货柜到土巴路是祭品 这两个货柜就是明天我们就上最后一个巴拉圭的高 40指嗨Q的货柜上到巴拉圭去 帮帮忙基金会连续21年做这么多善事 我很高兴就说在洛杉矶因为有他们 那透过三方的合作 那让我们这边很多具有爱心的企业家 能够纷纷地慷慨解狼 那有的捐钱 有的捐物资 那有好多那么多的这个义工朋友们 大家共同把这个事情做好 那个台湾是一个充满爱心的地方 但是如果没有这么多热心的侨胞们 这个爱心不可能传扬得出去 这个是我特别的一个感恩跟感谢的地方 这次爱心厂商和乔包的捐赠物资 总价值超过50万美元 还有1400元的寄贫现金 物资包括善心们捐赠的男女T恤 慈继基金会捐赠的300条厚毛毯 以及爱心儿童衣物等物资 另外主办单位当天也为爱心厂商颁发感谢状 多位会计师介绍了慈善捐款的报税好处 鼓励更多爱心商家民众多多献出爱心 中天中望采访报道 中天中望采访报道 中天中望采访报道